这是2013年林超贤导演的电影《激战》中最精彩的一个片段 人生两个字不怕 一个怕字会让对方带走你的节奏 一个拳手一定要建立自己的节奏 让对方进入你的节奏 他就被迫跟着你走 你就赢定 什么是节奏 节奏就是不怕 一个拳手 一定要建立自己的节奏 能够令对方跌入你的节奏 他就迫着跟你走 节奏是什么 节奏是步伐 是晃动 是虚拳 节奏还是什么 一看到机会 出重拳打倒对方 能够打出你自己的组合 就属于你的节奏 能够打出多变的组合 就是一个好的拳手 能够打出自己的组合 就属于你自己的节奏 能打出多变的组合 你就是一个超级卷手 这句话听上事与很熟悉 像不像查理王格说的那个 你有多套处理世界的方法 你有多处理器 你就可以去应对这世界 太多的无可应用状况 梁家辉一直在给朋友讲节奏 那我们今天聊聊什么是节奏 节奏一次来自于音乐专业 我们不谈出音乐 我们先讲两个小的故事 我们再讲一个口味 可能比较重的 一个虚拟的故事 如果有一天你在路边 看到一个美若西子的姑娘 你心生了邪念 你冲向前去 把对方摁倒 脱光了她的内衣 然后行了乌山云雨的事情 然后等待你的什么呢 警察牢狱的生活 如果再想象 如果你换个节奏 来完成前面的那些东西 你看到了那个西子姑娘 你牺牲邪念 你冲上前去 搭了个山 获取了对方的简单信息 然后回家 找老妈要个一千万 组织个英雄救美的故事 也许 也许 一千万你还没用完的时候 后面的几个月 甚至更长时间 你随时可以把对方摁倒在地 她会主动脱光自己的内衣 然后和你行乌山云雨的事 等待自己的是你的幸福生活 不会有警察来干扰你 这就是时间和节奏的事情 当然 另外一种情况 就是你没有钱 你会花三年五年去感动它 你 还是你心生邪念的那件事 最后还是达到了目的 我家的附近 就是著名的圣地亚哥大峡谷 这个峡谷里面有个查马古道 是通往阿瓜嘎利安德的一个很好的路 以前主要是要道 当然高斯公路大桥修好以后 现在这条路主要作为大家的健身通道 即便每个周末我们都会去带孩子去爬一圈 这个峡谷不算深 上下落差大概500米的海拔 步道大概有4公里 但非常陡峭 有过爬山经验的时候 对这个难度入门级的吧 但是 经常会有国内来的同事会晕倒在这 特别是些新来的同事 晕倒的人时常出现 为什么会晕倒呢 峡谷和爬山有很大的不同 山是先上后下 而峡谷你肯定是先下后上 这样的话 下坡路好处理 下去基本上不用力气 而等着上的时候 发现自己的力气不够 但是呢 经常还是一群人去的 因为峡谷里面 他今来的很少一个人去 自己不好意思赶不上队伍 前面的人一带节奏 就会出现晕倒的现象 时常的 特别是一些比较年轻的孩子 会展示体力的 而这个峡谷里 经常会有很多80多岁的老人 在这爬这个峡谷 他们掌控着自己的节奏 基本上 对他们来说 也就是出点汗而已 节奏也许就是懂得 自己身体和宇宙能量链接的频率吧 每个人都有自己 特殊的宇宙能量链接接口 每个人都有自己特殊的力量 每个人的节奏 都是与众不同的 在拳坛上 我们的节奏 时常跟着对手 被他们带走 因为有什么呢 因为有怕 生活上精神的节奏 我们经常跟着新闻联播被带走 因为什么呢 恐惧 就像梁家辉说的那个 一个怕字 就让你输掉了一生 什么是节奏 节奏就是不怕 节奏就是突破空拘 节奏就是活出自己的人生 节奏就是找到自己 为什么人的节奏会被带走 怕 恐惧自己的恐惧 一旦你恐惧 就把你的节奏交给了死亡 什么是节奏 对自我掌控的感觉 就是自己的节奏 主要你突破了人生的第一个里程碑 恐惧 你的节奏就由自己掌控 自己可以带自己的节奏 那我们为什么会常常陷入焦虑和迷茫呢 因为找不到人生的方向 想证明一下自己 却往往适得其反的效果 达到失败 也许最根本的原因 就是我们在恐惧中 一直恐惧 不能抛开一切 放手自己的人生 开启自己的节奏 你就是成功了 也许节奏和责任很有关系 也许和自己的面子也有关系 但这些都是怕 一个怕字 都是恐惧的原因 对结果 对过程 我们患得患失 对失败耿耿于怀 我们一直在担心自己会失败 怕你就输掉了一辈子 只有不怕 人生才开启了自己 任何时候 我们都需要有不怕的勇气 不怕开始 不怕过程 不怕任何结果 那么人生任何事情 都会变得简单 变得非常利益 不要怕 不后悔 是人生搏击社会的 两大绝杀妙计 不怕任何的挑战 同时对挑战之后的结果 从不后悔 当我们走出去的时候 输赢难道还要在乎吗 你在乎的是要走出去 最重要的是 你已经战胜了恐惧 战胜了恐惧之后的感觉 那是犀牛的感觉 也就是对自我的掌控的感觉 这就叫节奏 这才是人生最顶级的犀牛体验感 比如爬峡谷 很多人担心自己这个 担心那个 担心跟不上别人 最后节奏被带坏了 最后晕倒在那里 被大家抬上了 还有很多80岁的老人 他们的节奏如果没有被带歪 那他们可以轻松地爬完峡谷走上 还有就是妻子姑娘的故事 如果你喜欢这个妻子姑娘 那你要懂得自己的能量 自己的力量 自己的宇宙频率 怎么去接洽这个东西 使用自己 你是有钱用钱 没有钱用时间 来换取空间 换取能量 最后得到你想要的东西 这就是节奏 如果节奏把握不好 那等待自己的就是警察 就是牢狱 就是被宇宙当做垃圾清除 那等待自己的家庭 就把握了 放在那里 在这边 4个月 接着 过去 这边 没关系 的